一部分时间给到君涛来讲解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中国 我们目前可能是最好的一个radius 跟我们的RATOS结合得非常紧密 而且还是开源的 给大家这个社区做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再次感谢君涛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林总 林总东西非常精彩 我帮你拿过来 我帮你拿 OK 好 谢谢杨总 谢谢 稍等一下 有没有声音啊 这个是没有声音的 没有声音的时候 您给我吧 我播吧 你播是吧 好好好 您我再考一份 稍等下再听一下我考一份 我播是别上车的 我先放个试 把那个先关掉 林先生啊 我们在还是老样子啊 在等的时候啊 您看看 要不要介绍介绍您的那个情况 好 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个人 我是来自深圳啊 我的公司在深圳 然后呢我叫林里仲 我在 我还有个名字叫Tom 因为我在海外待过七年啊 这个 我公司呢 其实最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厂员WiFi 然后我们只做收费 只做收费 所以今天我带来这个产品呢 也是 应该说是我们公司 一个专利产品 重点的就是 面向 工厂集体宿舍的一个 提高它收益的一个关键点 那么今天我的 我的那个选讲呢 其实可能会偏重一点 市场和应用 MacTik本身的技术 对我们来讲就是个工具 其实在座都是专家 我接触这个MacTik来 有六年了 我之前我本来我是 我是高软件开发的啊 所以六年之前 我接触这个MacTik以后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和我们以前公司的一个 我们以前是做供应电话嘛 给它结合了一下 就形成这么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在我们在海外卖得很好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海外 这个免费WiFi 尤其是在非洲 南美洲 这些比较穷的国家 它免费的WiFi是 不普及的 其实原因很简单 它的框带啊 哪怕是两兆 都是很难去拉到的 而且很贵 基本上电信公司会限制 因为它总贷款没有那么多 你申请八兆 它不给你申请 所以说 这个基础建设和中国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海外卖得很好 行 我就先简单把我这个视频放一下 了解一下我这个背景 林总很不简单 我看了很多的创业的文案当中 在商业WiFi上 说有做了 而且有创新 而且很踏踏实实的 有挣钱的 林总算是一个典范 就是大家排队 排队在这里投币 他这个投币完了以后 就是都可以用 还是自己一个人 谁的手机在这里碰一下 谁的就可以用 就自己的手机 自己用 自己用 然后没有什么用密码 碰完就拿走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后面有一句话叫做 以零售的方式 让WiFi改变世界 这个算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理念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中国可能还好 甚至还可以 其实到了内地 其实WiFi是很不普及的 包括我刚刚说的南美洲 非洲 我就希望有这款设备来 就可以把这种有线 变成WiFi进行分享 但是是一种年价的分享 可以让这个WiFi 让这个Internet 可以更快地 让那些需要它的人 尽早地接触 因为现在有一个瓶颈 已经解决了 就是手机终端 现在smartphone 已经非常便宜 基本上像印度 像这种比较穷的国家 也可以买得到 可能四五十美金一部的 但是有了终端以后 没有网络 那么我希望这款设备 可以放在那些 比较偏远的地区 它可以由他们那个村长 申请一个框带 然后拿这个设备一分享 这个每人投个币 一个月币下来 可以把它框带费 给cover住 然后还多一点点 来变成收益 就这么一个 共享积极模式 可以让那些 全球这些需求 互联网的 比较低层次的人 能够尽快地 跨于这个互联网时代 免得它落得太多 因为这个年代 你互联网 说白了就是生产力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愿望 今天我就回到 我的主题演讲 就是WiFi投币充值机 我定义是 产员WiFi的盈利关键 就是这款设备 是这个 没有 我换页怎么换 那我帮你敲一敲 敲好像也不管用 好 可以了 就刚才我介绍过了 我是一个做市场的 高级程序员 我主要专注 MicroTig 其实我也拿了三个证 但是呢 我的专场 或者是我比较擅长一点 还在收费热点这一块 包括无线这一块 然后我公司是在深圳 我的公司的域名叫做 W5WiFi.net 非常简单的一个域名 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这款设备呢 其实我用的就是基于 MicroTig的技术 里面放了一块 MicroTig的主板 刚才我还跟他们的 那个市场人员沟通了一下 他希望我把这个产品 放在他们那个 MFM的一个平台里面 可以让他全球的 这种合作伙伴 可以看到他 然后跟我做一个 全球市场的对接 所以我今天 感觉来到这个面 是收获非常大的 很奇怪 这个就用不了 反正我也是用不了 你这也用不了吗 这样我们现在能 我做个小小的调查 就这样也行 那我就到 回到主要内容吧 我想就这样 因为就是偏市场 和偏应用的 那么呢 有一点就是 四部完成 MicroTig的配置 这个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我想强调一下 这个产业WiFi 是一个非常大的 但是非常非常 苦别的市场 第二个呢 就是我认为 就是我们这个设备 是一把钥匙 可以打开这个市场 第三点 然后呢 就是我强调一下 其实光有技术 是不够的 光有你所谓的 这些很牛逼的 也不够的 最最重要 最主要还是合作 合作才是王道 我这里面会提到 一个合作的模式 最后就是一个 产品的演示 其实这样 就是产品演示 我刚才视频里面也有 到时候我找个地方 茶餐店员 有兴趣就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给他 搞了个四级模块 然后随时就可以用了 没事 我就这样来 可以 没问题 很简单 没事 我自己来可以了 好 谢谢 谢谢杨总 OK 回到我们主题 为什么说 这是个很巨大的市场 中国是个制造大国 有一亿的集体工人 一百万个工地 那么这些人呢 和我们生活 其实是有区别的 这个社会 实际上有两个极端 第一个就是 产品产生的应用 程序不穷 我们跟美国人学 对吧 动不动来个VR 动不动来个直播 又是什么 中英节目 电视 各种各样的视频 那是层次不穷 游戏直播 现在年轻人喜欢 看那个游戏直播 看那个游戏视频 那比看电影 还看得有味道 但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和这一亿工人 是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没有关系呢 他们有很好的手机 他们舍得买 因为我做这个比较多 他可以买iPhone 6 Plus 但是他没办法说 拿这个iPhone Plus 去看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住在那个宿舍里面 一般住五到六个 或者十个 又脏又挤 不可能有WiFi给他 那么呢 你说让他用4G好了 我先不说 这个4G信号好不好 就光这个资费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这是两个极端 一方面内容非常丰富 就好像就摆了一大桌 那个大餐 一方面呢 就是 就拿着勺子 勺子是有了 就是咬不到 就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说这个巨大的供应 和巨大的需求之间的 这个 所谓的这个 应该是误差 或者说这个 缝隙吧 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所以说我说 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尤其是在中国 在国外也同样了 国外也同样 只是它的场景 可能不一样 它是比普遍性 比较高一点 而在中国呢 我把它focus on 在这个集体宿舍的 集体工人 好 那我就是 我是通过市场的方式 其实也是把我这些事情 做的一些事情 重新理一下 希望对大家 算是有一点点 那个总结的意思 第一个很可别 就是勘测 你一般是大老远的 对吧 大冷天 或者大热天 去跑那点 去看一看 看这个宿舍能不能坐 基本上就被门位给挡住了 对吧 你是哪里呢 你是谁啊 对不对 不认识你 对吧 好容易通过光线进去了 女生宿舍你不好进嘛 对不对 你还要拍照 还要看一看 因为对我们来讲 你看测最主要是看人数 对不对 到底有多少人 你不要装完了以后 发现没几个人在这里住 就白搭了 好 这个好容易看测完了 觉得这个点应该可以做 那就开始谈判去拉点 拉点这个事情 就是最难最难的了 毕竟人家不认识你 你要通过不同的渠道 找个光线人 好容易联系上了 要这个要那个 对不对 要这个好处 那个好处 然后又讲这个规则 那个规则 这个也是很麻烦 等你跟他谈完了 这个分成笔地也给他了 或者说 这个底下的给钱 也给谈好了 要开始去谈框带 框带的话呢 说实话又是孙子 为什么呢 说白了 你做这个事情 是抢他的饭碗 知道吧 这个时候 你要有点方法 去想办法 把这个框带接住进来 这个电信不行 找粘通 粘通不行找移动 移动不行 找长生框带 再不行 自己拉关签 对吧 从旁边打个关签 自己施工了 搞个五六千块钱 拉过来 然后自己去买框带 也是可以 方法很多 但是很累 还有这个成本 基本上 它是不跟你说 一个月一个月付的 肯定是一年给你付清 那你就是投资很大了 你就说 你钱还没到那一分 你投资一大笔 所以这个是很苦逼的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就是轮到技术了 这个覆盖设计 这个也是挺麻烦 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呢 最麻烦 就是这个Wi-Fi的评点 这个是免费的 你能用 大家都能用 你去做的时候呢 如果说 只有几个IP在那里 还可以 有的人就每层楼 两三个 基本上把你的评点 都用掉了 你再不呢 就是再打架 打群架 说实话 打群架 所以说你做 你做这个 评点安排 是很麻烦 就是做Wi-Fi 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你管不住 你没办法说 把它的地也拔掉 对不对 等于做完以后呢 就是投资了 投资还有这个安装 安装也是苦活 为什么呢 你那厂方啊 或者说除射方啊 会提很多要求 说这个要不能明线 那个不能飞线 要叫导管 然后这个走电 注意安全 那个什么什么 一大堆的 等于好人 把它做完了 还有麻烦事 就是投资 对吧 我们用比如这个投币机 我们也用这个3011 还有网线 PC管安装 还有云机费系统 因为我们它也有 云机费系统 最后最后 等于什么都做完了 其实最崩溃的时候 要到了 为什么呢 收入少得可怜 就是现在实际上 是应该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啊 因为我接触的比较多 基本上都是在 苦着挨日子 然后呢 那些人不相信你的服务 对吧 然后呢 有的人想要的呢 又不知道搭来去买 动不动又是什么 要装APP啦 动不动又要搞什么 支付宝啦 微信啦 很多说实话 有的人他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 好 等他用到你的服务呢 他就天天投诉了 其实这个麻烦财单了 这个时候你说 你去不去呢 你去一趟 一般不可能在你家门口 对不对 来回就是一千八块钱 然后呢 去两趟 就几千块就没有了 这个院又白搭了 所以说啊 这个降不下来的 维修成本 真的让你很崩溃 所以这个点很多 我碰到就是很多僵修 就是说他已经做完了 过去看以后 电也没拔掉 就是上不了网 因为他不管了 因为这个东西 我投日投完了 我后面的维俯 我支撑不了 因为我的收入啊 没有达到一个平衡 就这么个状况 所以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刚才 拖来这么多问题 又是按照 从开始建设 到最后的维俯 都很麻烦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还能做呢 其实这些问题 归结起来 就是一个问题 收入太少 给你每个月 一万块钱收入 你怎么都敢做 为什么呢 无非是投入嘛 无非是增加带框嘛 无非是增加人员嘛 无非是保证 社会服务质量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回到 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如何提高 他的收入 所以现在回到 我们这个 宣讲的这个产品啊 就这么一个照片 这个女孩子就投币啊 就是说 做集体厨师 WiFi的人不少 但是呢 大家都希望 能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让收入提上起来 把服务提上起来 然后让它进行 一个良性的循环 收钱收得越来越多 而不是用户越来越少 那我们认为呢 这款设备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钥匙 去打开这个市场 所以我下面就把这个设备 也是可能不太方便 我就上面说一下 分四步 用户把手机 WiFi关掉 然后呢 把我放在我们这个设备 有个感应区 就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上面它就会提示 因为我们有屏幕啊 提示请连接了什么 它打开WiFi 这个时候呢 90%的情况 它不用连了 因为它连过的 它会自动连 因为这是手机的正的功能嘛 它自动连 好 我这边就会提示 请投币 这个屏幕啊 就会请人请投币 你投一个硬币进去 投一个硬币进去 以后呢 你就一块钱 比如说四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看你订 这个自费自己订 订完了 十秒钟 就可以完成这个服务 这个时候拿走以后呢 这台手机 就应用了上网时长 它就可以上网 不需要登录 也不需要验证 也不需要做 其他任何事情 好 这个问题很好啊 就是这个距离范围 这个距离范围 就是我前面我提到 不是有个很麻烦的 叫安装嘛 如果说仅仅装 这台设备 我相信怎么难 也都不难 其实我们说了 没有覆盖 就没有用复 所以我们做这个 产业WiFi 其实是要 覆盖是最重的一块 就是安装 是最累的一块 我们要保证 信号能到它床头 所以我们 可号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看视频的 WiFi就是耍流氓 然后我们吹的就是 你躺在床上看视频 就这一点 所以就是说 信号怎么来的呢 信号我们单独加 加信号覆盖 把它圈成一个网 就可以了 在这里投币 躺在床上可以用 可以看视频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个设备大概就这样 这四步十秒钟 用熟的人呢 他基本上尽量 三四秒钟 只要连上去 就可以投币 就可以走人 他投一个币 四个小时 两个币八个小时 有人有 有的小猴子 投七个币都有 对吧 这是关于这个设备 本身的使用 希望有一个简单的概念 那我看应用场景怎么样啊 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点 这是十月一号 到十月一号 一个月的 那我们收 这些硬币 收了大概是七千多块钱 七千一百六十六 其实这个够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做厂用WiFi 其实是一个概念 每个月不可能给你几十万 几十万是不可能的 重点是一个数字 你要做很多厂 第二个呢 你要做每个月都要做 像是时间乘以你的数量 这个累计的金额就很客观了 就能够维护你的维护队伍 能够保证你有利润 我这边可以再看一看 不止这个点的 我们有一个 我们开发的一个 就是一个网址吧 就是给我所有的 合作伙伴的一个网址 一个通过手机可以看的 M点度 这个没放上网的是吧 所以说我等一下就希望 我就随机的掉几个点的数据 给大家看 那个弹出来以后是十天的 因为我确实是差十天 然后就看一看 我这个点的情况 然后让大家能够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牛皮不是吹的嘛 这是个事实在这里 这个网络应该是同的 M点度 这款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充值记录 就实际上是每个站里的收集记录 就是我们最关心的 也是合作伙伴最关心的 放在手机上看最方便 就是拿电脑看也是可以的 我们有个授权码 我现在就是看 我看我输101 我有个是你们101的 我们看看它十天的数据 十天的数据 就是2600 2600期 大概一个月差不到一万 我另外再看一个点 一个机器 因为我们 一个机器 但是它配一个覆盖系统 它配覆盖系统 说覆盖系统才是关键 然后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它是3400 差不多超过一万 支持 等下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微信 和支付宝的事情 这就是第三个点 这个点就多一点 这个点它十天有6000多 那差不多就两万了 3618 大概是两万块钱不到 我另外再说一个 有个801的 这个点你看 这个点是3600 差不多也是这个概念 还有一个 好 这里大家看到 其实为什么刚才 这个问题问得好 就是说我有没有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其实刚才看的是总收入 我同时支持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我还同时支持 线下的卡 就是那种 通知卡样的 好 那么来 就是这个就是 创中达到这个疑问了 然后我下面来讲一下 我这个设备 为什么有了微信支付以后 还需要这么个投逼机 投逼机为什么这么牛啊 其实它耽误了几个角色 这个角色不仔细分析 我们自己也是自己总结的啊 第一个它上是个广告机 我们装在那个 一般装在一楼嘛 那些年轻人 回来看 今天怎么装的新玩意 颜色还这么漂亮 大家都要凑过来看的 我上面就写了 多少钱 几个月 到哪去包院卡 支付吧 怎么支付 微信怎么支付 公司号是什么 全部写在上面 他们有的人呢就想 哎呀 你这个东西谁信你啊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你就投个币嘛 一个硬币 你多大的事 对不对 投个硬币试一下 要很简单 年轻人比较容易懂这个玩意 比较 本来就比较简单 然后试一下看看视频 哎 很快 对吧 他可能还不是很相信你 他第二天再投个币 他投了一个礼拜以后 他就发现 这个服务是真实的 这个设备也在这里 对吧 你要是不好的话 还可以出出气嘛 还可以去砸一下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就给他一个东西 就是我这个很好的广告机 这个你说你支付吧 谁跟你做广告 对不对 微信谁跟你做广告 你天天天满了 人家也觉得你这是轰 就是蒙人的 对不对 大家都上当上习惯了 就是 第二个它是个推销员 还是24小时的 对不对 第三个它是个收银机 它是自助的 第四个 事上这个服务呢 因为我有了这个东西 以后 事上我把它定制服务 叫做快餐服务 头一个音笔马上享受 又快 拿钱快 那个又便宜 所以它是个快餐服务 最后呢 它是音笔支付 因为音笔 递进是最流行的一种 支付手段 你支付把也好 微信也好 我们做的点 就深圳比较多 邓广也有 广州也有 我发现越往外面走 微信和支付把的普及率 是越低 越低 就是的 其次呢 那些人 有些学生工嘛 他有支付把 有微信 他没余额 你知道吧 所以这是两件事 你有钱包 不代表你有钱 这是两件事情 但是音笔呢 总是有 这个就不一样了 口袋的一个音笔 总是能掏到 实在你没有 找人借一个 找人请你上个网 他们也有这种习惯 最重要一点 我不收集你的信息 不收集你的信息 就是说 我在使用过程中 实际上是没有看到 我收集你的信息的 你拿着碰一下 没有邮件 邮件给我 我也不用你收 也没你的手机号码 我也不给你发短信 等等 对不对 给人感觉是很安全 知道吗 所以他就是这么几个角色 好 总结起来的话 实际上就三点 容易购买 投个音笔就可以了 容易购买 第二个是够便宜 够便宜的意思就是说 你卖是按月卖 我是按小时卖 够不够便宜 其实看起来便宜 其实每天投一个币 一个月是三十块 其实不便宜 对不对 但是感觉便宜 符合用户的消费习惯 从用户的使用角度来体验 这是一个 还有个天生式服务 天生式服务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里买了 你就在这里用 对不对 你把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天天说他的WiFi 几百万个热点 没有一个热点在你旁边的 我跟你说 想用的时候用不到 这个服务就不叫天生式服务 所以我们说 因为服务为什么喜欢他呢 这是三点 那么就够了 就是说 他和微信支付 和这个协侠卖卡 和这个支付宝 他绝对是复补的 是搭档 是活活人 你知道吗 你不可能说 你这个公司一个人够了 其他人一个人干嘛 只是大家合起来做 这个事情做得好 就这么个东西 就是有了微信支付 我这个也挺好的 大家是好伙伴 好 这是一个 关于这个理由 后面 因为这个也是 就是说 我们做热点 其实大家有谁要问 这个里面怎么做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里面开通一个热点 那么学习是把WiFi批制好 把热点明天弄好 把屏点设置好 第二个呢 就是把桥放进去 把WiFi和LAN口 放在一个桥里面 这个大家都是专家 好 然后再把热点 通过NextNext 把它设置完 把那个桥放进去 作为你的那个Interface 好 最后来把外网加上去 对吧 外网 一般动态 动态分配就可以了 PPOA也可以 一般我就去 假设动态分配 好 就做完了 虽然这个事情是很简单 就是技术是很简单 光阶还是市场 还是用户的心理的体验 好 这里面是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呢 是 说我在深圳做的一点 大部分都是在深圳 有工厂 有工地 也有 也是大概都是 集体宿舍为主 这里有一个总结 就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做 那么有八个问题 你就去 比如说到一个地方 你就八个问题 去看一看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 有答案了 你就知道这个点 该不该做了 不是每个点都能做 还得挑 比如说你 多少动宿舍 多少人在住 宿舍怎么安排的 其实这些问题呢 其实最关键一点 你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我们做一个厂 做一个宿舍 我是按人头来的 我这边是的保守 是每个人 每个月给我 贡献十块钱 如果说天花板呢 肯定是三十块钱一个嘛 就是天花板三十 就十到三十 这中间是我花费的空间 这个从市场角度讲 就这么回事啊 好 这是说到 刚才说到这个 技术也好 就是一个人的 每个公司很厉害也好 其实啊 都远远不够 因为这个市场 实际上是太大了 而且呢 有很多人做的 有做的不好的啊 做的大部分是做的不好的 也有做免费的啊 但是在我看来呢 就是说 唯一的目标 是让那些用户 真正能够使用到 可以看视频的WiFi 这个才是目标 顺便赚点钱 对吧 这是我的目标 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的想法就是呢 一定要是抱团取揽 然后呢 团队合作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模式 这是我的模式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边 我来负责所有的技术部分 有缘部分 包括介绍 包括事工啊 包括勘测啊 包括设计啊 等等 这是我来负责 我的工作方呢 我的工作方呢 他拿点 点是他拿 框在他申请 然后施工他来做 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物理施工 包括网线啊 这些最技术材料 他自己购买 他该买多少买多少 就不用给我结算 算到他投入 然后分成呢 一人一半 他也不要写少 我也不要写多 然后呢 分完以后每个月 他线下的硬币他收 对吧 卖卡他收 网上我收 然后两个把占一平 我该给他多少 他该给我多少 分一下就是了 就这么一个 合作伙伴 合作方式 所以我认为 这种合作方式 在双方是最大的 应该说是最容易 互相利用到 对方的优势 强强凝合 就是从商业角度 就是 就是我是在 这样一个模式啊 差不多就这些啊 就是接下来 我想就看看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关于我刚才提到的 产业WiFi也好 包括你刚才说那个微信 有的微信为什么要这个也好 类似的问题 我们可以来一个简单的互动 因为我来说实话 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些东西啊 能够带回去 让我有所进展 林总非常非常感谢啊 这个林总这个东西啊 又高端 他的梦想就是说 不能看视频的WiFi 都是少流氓嘛 这个就是很了不起 就把用户体验放在第一位 而且无论人家花钱多千少 这个最了不起 然后呢又是合作故意 所以林总啊 真是表示最大的尊重 谢谢谢谢 然后呢 我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 刚才很多的下面的同事说 这个机器能不能点亮 让大家看一看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吗 好我们来点